懒除只做简单又好吃的菜 哈哈其实美食天天就围绕在你身边 倔眼巴巴的看你从他身边走过 只要用点心 简单的食材就会变身超级美食 每天其实不到20分钟 就能做出好吃又健康的食品 生活麻 咋能说对付就对付呢 话说争一眼闭一眼一辈子这不好就过去了 不要天天外面吃了 找找适合你自己的菜谱 慢慢自己做菜吧 猪肉碰得懒除是离不开猪肉了哈哈 今天一天吃得很清淡 晚上整点香肉补补 刚出锅的三明治外皮很脆 那里肉腱鲜香 咬一口咔嚓咔嚓的 但吃几口会感觉很干 配上酸奶吃 非非绝了 其实更想喝点骨汤 可惜今天是够懒得了 实在懒得熬了 将食材收拾好葱八皮洗净 香去皮 肉米倒入碗内 这不很重要 先将适量的油倒入肉米碗内 顺十斤搅拌几下 注意就是简单的搅一搅 松姜切末 同时肉泥中倒入酱油料酒 并加入适量的五香粉顺十斤搅拌 搅拌完加入100毫升水继续搅拌 这是防止肉腺太干 影响口感 香葱姜末倒入 并加适量的精盐和鸡精 顺十斤搅拌 一定要统一方向 或者顺十斤或者逆十斤 只要别乱搅拌就OK 先预热三明治鸡 将搅拌好的肉米均匀的涂抹在面包片上 戴在一起 注意 一定不要贪多 一个里面不要放太多的肉米 五分钟后 哈哈热乎乎的三明治出炉了 外面裹上一层酸奶 就是成品了 分恩谁知知道啥味道 反正现在我知道哈哈 感谢观看